因為其實呢 就是你看喔 那麼多人喜歡唱歌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可以體驗到 能夠從 你看做詞曲嘛 然後之後再怎樣發片 然後直到現在來到現場錄音 你有沒有覺得很開心的感覺 就是很特別的經驗 非常難等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那我想問一下子祥就是 你覺得參與到這次合集當中 你的整個的心情還有你的心得 一開始的話就是有點怕怕的 就是畢竟就是要跟一群完全不認識 也不知道哪裡來的人 然後要一起完成 欸這句話有點傷人 就是因為你也不知道 就是那些選出來的人 到底是台北的高中生 還是說什麼台南啊高雄 所以就當初一進公司 然後就看到一些很不熟悉的面口 然後就會覺得 嗯就是自己到底有沒有辦法 有點害怕的感覺 然後但是後來我們討論過程中 就是大家會開始慢慢培養一些感情 默契 然後我們就越來越好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能夠跟陌生的同學一起參與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樣才可以激盪出更多火花 對 那我想說 因為像是你擔任作詞組的話 那你平常很喜歡寫作嗎 呃我不喜歡寫作 但是我喜歡寫一些小詞 喔小詞 對 那是例如需要想什麼詞 例如嗎 現在很空白 那你的靈感都來自於 嗯就是生活周遭 就可能今天發生的事 或者是在路上看見什麼 然後或者是 突然間想到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就會 嗯 把它寫下啦 對 一場當樣 曾經一起歡唱 曾經一起去唱 谢谢观看